HELLO 大家好,我是Hailey 今天這段影片是很久沒拍過的 一直在化妝聊天的影片 最近真的經常留在家 我覺得自己快不說話會啞的 所以不如給我一下水吧 給我一個機會 化臉上現在的一個很普通的妝 如果大家留在家很悶的話 也可以看一段影片 好像有一個人跟你談心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們又回來鬆眼了 今天有個特別的頭色 就是這個很奇怪的頭褲 是我朋友送給我 之後她說很適合我拍片 哪裡適合啊 我真的很奇怪 哎呀 整件事很滑溪 現在還沒有化妝 不過我要為了尊重我的朋友 我就帶著她拍這段影片 我現在就會先化妝 起碼樣子沒有那麼殘 大家看上去都開心一點 其實今天不是有什麼新的化妝品 純粹是想跟大家聊聊天 我看到很久都沒有拍過這類型的影片 所以不如今天拍一下吧 很多人問我最近用什麼粉底 其實我一直都是用MAKE UP FOREVER的 這支REBOOT FUNDATION 因為沒有新的粉底 其實粉底推開了之後 我是真人望無你們鏡頭那麼大差別 對呀 我在鏡頭看 我還是健康膚色的 但是呢 一過了鏡頭之後 大家好像看下去 那個色差很大 其實大家看這條影片 究竟我化妝要去哪裡呢 對呀 我已經有一個星期 除了在家附近 放一放狗 或者買少許東西之外 都沒有出過街 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樣 所以之前想拍的VLOG 沒有了 一直都在家 沒有VLOG 然後新買的東西 我在台灣又買了幾件衣服 但是完全是缺貨 沒有寄過來的跡象 然後Gmarket 我買了H house 他們新的ZumuZumu 那個系列 我買了幾件東西 都是等它寄過來 所以暫時這兩個星期 我完全不知道拍什麼影片 本來我之前 早前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一個挑戰 現在先賣個關子 但是那條影片 我還沒剪 因為大家最近 都不鼓勵出街 所以那條影片 有一點點戶外的活動 我就覺得 不如等前衣 大家都可以一起做這個挑戰 所以我還沒剪 才去剪 然後我再來一個新的挑戰 就是現在剛剛開始進行 所以 又不知道 事情成不成功 所以 又是一個未知之數 所以我最近 整個人 brainstorm了很久 究竟有什麼可以拍給大家 我又不想 把我的影片量減低 但又不想 加硬的東西來拍 不過我覺得現在這一條影片 也是硬來拍的 我看到有觀眾想看 Chopper和小吉的一天 我也有想過拍的 但是 他們睡覺的時間 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他們沒有什麼 互動 看上去好像沒有什麼趣味 大家其實想不想看 為什麼我的電腦是穿著 什麼時候的事 我先關掉它 等我一會 好了 我按了它之後 應該就會關掉了 先關掉陰影 現在我看上去 好像還有一些白 但是這個粉底 它是會 有一點點變暗的 所以呢 眼一點就會自然很多 嗯 關掉了 我臉太大 需要那麼多陰影粉 還是這個陰影粉實在太鬆呢 我有件貼片 這個是第二塊 可不可以太快 我Gmarket的影片 好像不是出了很久 不知道大家看畫面 會不會覺得我好像沒有之前那麼腫 其實我覺得 做了一些事都挺有效 不過 還是要先買個關子 就是跟我的挑戰有關 也是這個挑戰 改變了我一些生活習慣 令到我覺得自己這陣子 好像看下去瘦了一點 但是我說過還是沒有輕 對 我可能跟大家說的肌肉量 脂肪減少 那些有關 但是 不知道 再過多一段時間看看 成不成功 再告訴大家 眼睛我用這一盒 HOLICA 好像是沒有拍過影片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裡面都是一些比較偏粉紅的大地色 但是中間有一個很銳的粉紅色 不要搞這種東西了 我們今天也是化整整個妝 我想這陣子其中一個比較熱的題目就是 是否移民好 其實呢 我也是有舊的BNO 對 我最近都拿出來 在研究中 會不會重新申請 但是我相信呢 我移民的機會 都挺低的 先不要說錢這個問題 是說究竟 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生存到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發現 最近自己身邊也有很多朋友 可能在不同國家 申請居留權 或者是 說快要移民 我自己也想了很久 今天的樣子好像很沒精神 是因為 對抗 這對抗是沒有放大的效果 看上去好像很眼分 但其實我個人很精神 就是我以前都很 看上去移民這件事 就是覺得啊 如果可以帶Chopper 去別的生活 那 別的地方又比較好朋友 然後 之後 又會多些草地 多些戶外空間 讓他跑 那 好像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但是呢 漸漸地又找多了不同的資料 然後 想了一些實際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 好像 不是想像中 那麼簡單 那 我去到那些地方 本身那個地方的失業率 都不低的時候 那我去到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就是 我覺得自己 最大的關心 不過我想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我沒有 小朋友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我想 那 我會搏一次 移民 讓他有一個 更加 自由開心的 成長環境 但是 由於我沒有這個 也沒有這個打算 所以 就 不用裂進去 我的 考慮範圍 裡面 說回這盤眼影呢 我覺得 他的顏色 跟 Eto House的 Rose Wine 是差不多的 都是那些 粉粉啡啡系列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顏色 其實他們的 底部是有點相似的 但是 他會比較 沉飾 成熟 穩重 而他就比較 紛紛 彩色度 多一點 我打算說這麼多廢話 說回一點 化妝品 是不是很突然 這個插入 因為這條片 我本身也沒有什麼 按照 寫下了 所以 一切都是很隨便的 然後我們塗 Mascara 我發現最近 我經常都不記得 要塗 折毛型這個步驟 自從做蛋白之後 總是覺得自己是不用塗 但其實是要的 現在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基本上有 七成至八成的毛毛 都已經塗了 然後 到胭脂部分 我很久沒拿過 這盒 漸變色的胭脂 才出來塗 講個秘密 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在 大約 六七年前 我是一個不用胭脂 不用唇膏的人 都可以的 對 都覺得自己有面色 那些有氣色 但是呢 不知為什麼 年紀一漸長大之後 發現 氣色真的很重要 以前是完全不塗唇膏的 小時候 我看那些照片 我的眼妝是超濃的 眼線超粗 然後之後 但是呢 現在呢 越來越清淡 反而是 嘴唇呢 以前小時候 好像那些暈色 那樣 就是完全不想它有紅色 紅潤感的出現 但是這幾年呢 真是 搞不定 現在直接外出 袋子會有兩三支的唇膏 等於不同心情 就可以換不同的唇色 以前真的沒有這支 高仔唱的 好了 到最後呢 就是highlight的部分 哇 這支影片呢 很多廢話 好像和大家真的 用朋友出來吃飯 聊天那種感覺 我好久沒見過朋友 自從這個第幾波 疫情的前後幾個星期 我都沒有約過人出來 那所以呢 我真的當了大家是我的朋友 即是坐下來 聊聊天 但現在外面很陽光 所以看上去 反光很厲害 這個是 Sazen的01 Highlighter 它的效果是超強的 對啦 以開架來說 我覺得CP值算高 但是它有一點點顯霧 看看大家是否介意 好了 我已經夾完頭髮 回來了 那其實呢 我已經 應該要去染髮的了 因為已經刪了黑色頭髮出來 但是真的 為了自己 又為了公眾的安全 那我就 雖然沙羅沒有關 但是 也不想 出去 對 油檔 剪頭髮 走來走去 那我就打算 等疫情好些 應該還捱到一會兒 大家不要介意 還有 指甲 這個粉 雖然 露裂盒帶給我很多不同的方便 因為 有很重要的 例如 拷痕 原來 是不同的 還有 我很喜歡它的硬度 因為我本身的指甲很軟 因為我會一直做露裂盒的原因 因為我以前是從來不做的 但是 後來做了 就有點愛上了這個硬度的感覺 對了 不要再說太多廢話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聊聊 或者你們想不想我 可能沒空在IG開Live 或者在Youtube開Live 跟大家交流一下 不要只有我一個對著鏡頭說 好像瘋了我 多謝大家看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都想可能沒有人喜歡 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週都有兩條新片 現在紅色是綠眼三 現在紅色是綠眼三 現在紅色是一間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